平川爱爱说冷静 天天良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喜闻乐见的模式 全随机 随机种族 随机英雄 还有神奇的雇佣兵 关键本场对抗 FQQ也是作为主角之一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NH Nighthaven夜港 出生在地图 左下角是蓝色的人组ID FQQ 大Q神本场对抗 既然随机模式 他也选择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好 那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真上方 红色的兽组 我们注意到这个兽组是随机到的兽组 而FQQ倒是主动选择忍走 确实 FQQ玩这个模式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用忍走 看来其他种族他掌握不了 好 本章地图的话其实是 可以有三个出生点位 一 二 三 当然还有三个分框 中间的话 一看 这么多野怪来保护 感觉中间这个雇佣兵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雇佣兵 好 我们看一下 开局的话 兽组拿了个小股工过来侦查 大Q神这一边呢 前期的话还是出步兵去侦查 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所以他的步兵出的会比较的早一点 那他这个步兵出那么早干啥呢 哎 他来中间了 好 那看来他是想选择一个不错的雇佣兵 开局就买雇佣兵吗 玩的有点花啊 好 接下来就看看双方的运气如何啊 兽组随机到什么英雄 我们看一下 随机到一个巫妖 兽组随机到一个巫妖 还行 可以接受 好 这两个步兵的话 练应该是练不了吧 可以考虑把这些野怪给勾引出来 好 看一下FKGO的运气如何 嗯 一般来说啊 玩这个模式 FKGO的运气都很不错 哎 这个步兵把这个侦查的小苦工给赶跑 哎 他不打 他就跟着他 什么意思 他不想打死他 他想跟着他 啊 有点坏啊 尾随人家 好 巫妖开始过来了 哎 这有一个步兵 是吧 想搞坏事 巫妖要不要来一发弄碗 好 把他赶跑 我们看一下FKGO英雄 无 随机到一个娜家还可以啊 娜家打巫妖 就看前期谁更硬一点 巫妖的话到现在还没有放技能 哎 走 我走 我在追 好 巫妖表示回家 这个小苦工完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 赶紧回家 那FKGO的话 前期他没有练级 步兵的数量现在倒是出了不少啊 家里赶紧造一个坟 造一个坟场 差点说成坟场了啊 好 二本升级当中 FKGO一本直接过来压制吗 好 一看对方 哼 你好像也没什么兵 是吧 要不要过来撞一波 兵剑前期很强势 好 这边兽足躲着小角落 有这个地洞在 还是防守的比较到位 那FKGO接下来看看干啥 我感觉他还是想去中间 是吧 买一个雇佣兵 但是呢 这个巫妖追着自己 又害怕 万一买雇佣被他给追杀掉了 就有点亏 好 过来想练级 过来看一下 哎 对方也没有开矿 好 这张地图感觉双方 对中间这个雇佣兵都很看重 好 巫妖来了 FKGO也来了 两个人 看看 好 巫妖走开了 巫妖现在没什么帮手 一个大劲 FKGO在这里等候多时 好 对方完没错过 那接下来FKGO想干啥 应该是好在刷 因为这种一般玩这个随机模式的话 一开始刷的是一级贵龙兵 然后是二级 然后是三级 好 应该是FKGO这一波刷的差不多了 哎 大家勾引一下 结果呢 两个人勾了一半 买了一个三级的幽魂 好 FKGO的话 运筹帷幄了那么久啊 就是为了搞这个雇佣兵 这个雇佣兵很巧吗 亡灵的话过来杀农民 看来两个尸子 应该是杀了两个 好 这边 哇 这个蜥蜴追得那么远吗 好 三级的一个雇佣兵 叫做幽魂 重点保护啊 藏起来 这个雇佣兵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技能啊 FKGO既然大费周章 欺买这个雇佣兵 明显明显是为了重点照顾这个雇佣兵 好 乌妖过来赚了一波战水赶紧撤 这还有一个大技没上车 好 步兵过来卡个位置 往哪儿走 我有兵舰在 现在双方的话好像都没有鞋 好的 FK个疯狂卡位 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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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操作感觉非常的厉害 好 大技表示我跑不了 我把雇佣给带走 没有来得及 乌妖也没有反补到 这个雇佣兵没有加入战斗 这么的珍惜吗 然后现在跟着大哥 想去对方家吗 看一下 FK给我看一下 对方有没有开矿 没有开 找机会去对方家里去 乌妖的话这里贴个药膏补个状态 家里的猎头的数量比较的多 FK给我有没有升好顶盾 升好顶盾之后呢 这边富腾曼打猎头还是比较强 我们看一下这三级的一个幽魂 他去干啥 他钻到别人家里去了 哇 三级幽魂直接占据了 哇 这三级幽魂 感觉就像亡灵的这个女妖一样 玩战剧 哎 乌妖 乌妖要把她给打掉 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叛徒 能不能把她给打掉 哇 这个雇佣兵地图有点意思啊 既然有账的雇佣兵 FK给我上来 占据了对方一个小苦工 玩的啊 就是杀人猪心 好 这里奥发了一个牛头 这个运气不错啊 居然随即到了自己本族英雄 接下来 哎呀 乌妖刚才吃了一个血瓶 现在由CD吃不了 我既是追 哇 强杀乌妖 好 杀成功了 那家要交TP吗 一级那家交个TP好像又有点亏 但你不交好像又不行 好 这个小苦工 毕竟千辛万难 搞了一个苦工啊 对方的一个小叛徒 好 直接在家里造双电了 这玩得非常的花 开局占据对方一个小苦工 我们看一下 现在兽足的话 回归本源了啊 老牛练 练到三级以后 战斗能力爆表 好 FK给我也开始抽第二个英雄了 看看第二个英雄会是谁呢 Second Render Quill 第二个随机英雄 是谁 是谁 能不能随机到一个本族的 哎 随机到一个暗夜精灵的老鹿啊 KOG 现在两个远程英雄 后面可以考虑买点什么火球电球之类的 FK给我家里的话 施救龙安排一波 兽足这里赶紧练几 FK给我现在两个英雄 嗯 他也没有出步兵了啊 那以FK给我的个性 他应该是想省钱啊 省到钱后面买公用兵玩 是吧 这张地图公用兵是真有趣啊 好 兽足这里呢 慢慢练 这兽足 不知道还有没有惦记啊 曾经的那个小苦工 是吧 好 独要一发诺瓦 抢掉怪物 哇 有这么的奔放吗 有回程赞 好 这里终于造好了 嗯 人足 是吧 买兽足的一个道具 可以可以可以 难道对方的道具更香吗 好 三英雄继续随机 FK给我的话 这个魔吃玩得很开心 现在啊 兽足800块钱 FK给我的话 也有将近800块钱 双方的钱差不多 暂时都没有开矿 现在两个英雄慢慢练 家里呢 有两个施救龙 可以的 有两个施救龙 哇 这个水温比较好控制啊 你如果没有造兵剑手 万一水温没控制好 自己可能就拜拜了 好 三发了一个山丘 终于司机到一个本族英雄 不过山丘和这两位大哥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不搭 如果三个都是远程单位 后面买起道具来就很舒服了 哎 这里 遇到对方了 三英雄好 见面直接小杀乌鸟 老牛现在稍微的没反应过来啊 老牛要不要踩一脚 没有 选择的话是选择回程 哎呀 可惜 差异丢丢啊 好 FKQ 这里一波被抓 结果反打对方 呵 就让对方交了一个回程啊 好 那接下来施救载的话 炼击效率会稍微高一点 FKQ 心心念念的中间雇佣兵营地啊 终于可以去处理一下了 两个施救 炼击效率非常的高 家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没有造人组的商店 都是瘦组的商店 拿瘦组等一下看看能不能买电球啊 买个电球 每人一个 好 中间雇佣兵练完了 开始购买雇佣兵了啊 无级的海巷人 看看后面要不要继续买那个三级的一个优魂啊 继续去占据对方的单位 哇 那这个雇佣兵其实还是有点有点变态的啊 你后面大规模作战是吧 你买了高等级攻击兵 我去占据你啊 当然这个肯定有等级限制的啊 超过一定等级就不能占据 好 老牛的话马上到三 巫妖的话也即将到三 FKQ有失救战 炼击效率确实很高 这边受阻 还是比较的保守 先造塔啊 再开矿 看一下KOG现在的话 三雄都没有回程啊 打的还是比较奔放 三雄先把等级蛮高的 受阻这里的话乌妖 哎 二技能真的是一个兵甲啊 这里要不要也买一些雇佣兵 对方雇佣兵玩得那么开心 要不我也买一个 对方还抢了我一个小苦工是吧 俗话说得好 哎 哇 这里是买艾瑞达巫师 这个还是低等级的艾瑞达 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个八级的 还是九级的艾瑞达 现在山丘扛了很多的一个伤害 打了一个大雪 nice 先继续着 暗影斗篷 这边兽足的话 嘿 看见一个小苦工 哇 这个叛徒终于首刃了啊 FKOG本来还想用小苦工技开矿 哎呀 玩的真的是花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FKOG是不是要反打一波 中间继续去买 没有个小苦工 就是再买一个 再买一个三级幽魂 到时候去抢 这里七级的野人 繁老环童一家 哇 山丘 雪瓶都省了啊 舒服 另外一边的话 兽足三本身好了 大猎头 两个小树人 我在这里搞来搞去 兽足的话 分框还是开了出来啊 哎 这里要抓过来了 一睡 一杀 哎呀 无妖的话 可惜可惜啊 无妖这一波的话 没有灰尘 刚才灰尘已经用完了 这一波被逼到小角落 能全身而退吗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 没有去深追 哎 这边还有一个 小飞龙 干掉 十九 继续戳 这里还有一个法力 抽篮棒 好 KOG三级了 这一边兽足 玩得也是很开心啊 方方的话都在享受这一张地图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现在 七级的野人 战斗能力很强啊 血量厚 他还有反老黄童的技能 吼叫一开 整体部队的输出有点高 哎 再一次效应 不过这里的话 有一个商店 先吃个群补 交回城吧 被逼到小角落了 那实在是没办法 FKQ现在升工坊 兽足分框 马上开出来 兽足的话 刚才买了一个艾瑞达 其他雇佣兵暂时没买 感觉也可以去买一买 这张地图可是非常有趣的啊 好 现在老鹿的话 三级 双三的一个 三个三级的 三个三级的英雄 三个三级英雄 现在呢 FKQ缺的是一个分框 但是这个分框 FKQ呢 想用小苦工来开 是吧 用人族的单位来开 他觉得好像 失去了一些意义 失去了一些乐趣啊 好 那没办法 还是民兵来开吧 山丘三级 升上的话 暂时没有回城 蓝老黄东一家 这个七级野人 有点猛 中间看一下 有没有好的雇佣兵 可以继续买了 作战单位54 FKQ的人口稍微的有点高啊 售族这里看得你出师就好 赶紧出点自曝 这边四农民准备好了 哎 又买了啊 三级幽魂 FKQ还是对对方的单位念念不忘 这下啊 就像某成像一样 是吧 非常喜欢 别人的那个什么 好 吼叫一开 这边拆你的塔了 看看能不能趁万当中 再抢对方的一个小苦弓 哎呦 这个剑射伤害有点高啊 戒好了 蓝老黄东一家 十九 又起来了 这里受阻放弃分矿 打了两本王者之术 小幽魂 保护的非常的 保护的非常好啊 站在后面 没有参与战斗 哎 好 收拾大部队过来了 巫妖到三级 二级诺瓦 老牛老牛 打无敌 可以的 打无敌一吃 骷髅鼠一招 这边的话 看看这个三级幽魂 要不要占据对方一个单位 没有高等级的单位 可以占据啊 刚才如果狼起能占据就好 好 占据了一个猎头 你还别说啊 他占据的CD好像很短 很快就占据了 好 这部FKQ还是成功 把对方的分矿给打掉 自己这里呢 四个小农民 哎 还是没有开啊 他是真的还想去 找对方的一个小股公吗 好 还是开了 刚才前线操作原来有点大 看一看对方 暂时没有分矿 一切都好说 资源方面 双方的情况都不是很多 受阻的话 买了个迷你基地 矿还是要开的啊 现在FKQ 有占据对方的一个狂战士 猎头 三本大猎头啊 我感觉战据对方的单位 可以继承对方的一个科技 是吧 来来来 这里继续买什么固中兵 不过现在FKQ的钱不是特别多啊 只有200多 家里的话分矿 慢慢造 持久呢 没有继续去出来 一方面是资源不够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局势好像也不太需要 两个人都在享受这个地图的元素 现在这个地图啊 是1.35 1.36 大家如果想玩的话 最好是有最新版本的魔术客过端 然后去 off上玩 off 也就是那个WC产品 然后按道理的话 按道理 这张地图其实可以用这个地图编辑器啊 然后兼容到其他的一些版本 比如说1.24 1.27 理论上是可以啊 但是平川编辑器玩的不是特别好 来来来 现在FKQ的话 那加率先到四级 不愧是大哥 等级高 好 攻击这把加五 哎 这里兽族又找机会过来拆了 FKQ这个矿开的还是很奔放啊 好 这个点 继续练 兽族迷你基地 再一次把矿给开了出来 山丘现在两个工爪 这工爪的话 看看要不要给QG啊 QG到时候再卖个球 球 有冲转 这个输出还比较容易 我感觉跟QG最配的 还是二叶精灵的那个球 是吧 毒球 好 FK的分框也被拆 双方你来我玩 你拆我一个 我拆你一个 存款的话 大概都有1000块钱了 现在收阻 暂时啊 买了个回城 有回城在 还是比较的保守 好险 这边 又买了个七级野人 这个野人确实好用 血量后 可以加反老还童 还可以开吼叫 现在人口56 大战45 哇 自爆 啪啪啪啪啪 这一波自爆爆得很舒服 牛头马上要4.5级了 山起油锤 想留乌药 牛头过来 接一下兄弟 这一波的话 受阻 非常非常的警示 直接叫提提 现在受阻 零线一个矿 FKGO的话 暂时没有矿 好 有个蝙蝠 没有上车 直接干掉 这边要不要回家去买个电球啊 三本电球还没买 猎头 侦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开矿 FKGO继续买 这一局的话 已经买了三个幽魂了啊 第一个 占据了个小苦工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要占据啥 也还别说 这张地图 还是真是有意思啊 上来去占据 对方一个单位 哎 这里直接顶了无敌 兽族再一次撤退到家里去 哇 但是这两个奇迹的野人 有点凶啊 这里 第二本阔罗书 再一放 老牛 哎呀 这个建筑学好像把自己给害了 装不进去 哇 真是家门口TP 老牛能不能撑住 有冰甲在 冰甲 确实增加了这个老牛的护甲 稍微的坚持了一小缓 这里盘老环同一加 FKGO 这个全随机模式 他就基本上这么玩啊 大后期买一波雇佣兵 守在别人家门口不走了 哎 这个幽魂 三级幽魂又开始上场了啊 这一次想占据个啥 现在好像没有合适的单位 哎 三级小心啊 对方家里不要随便冲 好 撤退一下 斑浪环同可以加一加 慢慢的拆一下对方的外围建筑 腿乌妖 哇 把一个野人给干掉了 二级弄啊 战斗能力确实强 是个血瓶 这里又要买回程了吧 哦 那又来得及 估计刚才CD还没好 这一波怎么办 英雄争亡 家里的话 一个建筑一个建筑被拆 这边兽族虽然说有个分框啊 但是现在出兵建筑要被拆的差不多了 老牛赶紧吃血瓶 有个状态 FKQ 这个三级的优魂 看接下来要占据谁 老牛老牛 喂 小树人山丘有没有锤 直接把他给带走 完了 牛的话别在小九楼 还是被带走 现在收阻完全是靠地洞来守啊 地洞来守 守了半天 FKQ这一波的话 1700块钱存款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收阻拼命一波了 买了个八级九级的野怪 可以可以 有钱住哈 这张地图说 哎 就炸你个小苦工 好 这个小苦工赶紧走赶紧走 FKQ 坏起来了啊 直接造兵营 要出猎头了 九级的暴怒丛林 捕猎着 再加上一个八级的冰雪王魂 山丘山丘 死血贴了个加速 哎 兽子的道具确实好用啊 贴个加速 跑了 哎呀 这个野怪直接被干掉 K5级 4级 那加5级 完了 这一波的话 受阻没有英雄啊 这边攻击兵不太好配合 FKQ趁机在地方门口造了一个兵营 好 直接干掉 这一波的话 8级的冰雪王魂也干掉 FKQ这一波经验值吃的好爽啊 双五级 山丘追了半天 有没有追掉啊 先回家 补个状态 看见对方有分矿了 懂啊 我说你为啥不退啊 原来你这边还有一个矿 好 那马上 要过来拆这一波矿 受阻的话 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 家里呢 主要是祭坛也被拆了 好 造了一个兵营 FKQ还想继续造吗 杀人猪心 FKQ你还是玩的花 KOG现在五级 那加五级 山丘的话 回家补个状态 来了 好 随着兽阻分矿 这个防守 做不起来了 只能够勉强挣扎 这边再造个例 战争模仿 FKQ还是玩的花 小口供 疯狂整活 好 这里小口供干完 分矿被拆 收阻的话 没有经济来源了 没有分矿 FKQ的分矿倒是 重新开起来 这一局呢 双方更多的是 在体验这个雇佣兵 打的其实并不是 特别的激烈 好 最后 收阻 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 FKQ 这张地图 非常的有趣 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